白宫星期一6月6日表示 将欢迎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·曼努埃尔·佩洛斯·奥夫拉多尔 于7月访问美国 并表示已经与墨西哥领导人 就邀请他参加美国主办的每周峰会进行了坦诚的接触 白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拜登总统认为不应该邀请独裁者参加峰会 特罗斯·奥夫拉多尔表示 他不会参加美国本周在洛杉矶举办的每周峰会 因为该地区将非所有国家都受邀请 拜登的一名官员表示 美国官员认为 对古巴、维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人权 和缺乏民主的担忧 对邀请这些国家过于重要